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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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饅頭蛋 兩個肉堡 果然下雨了吧 巧克力 巧克力 饅頭蛋 阿姿又來了 哈囉我可以關照 這樣子就可以 過濾虹吸 1個饅頭蛋 2個肉寶 可以 謝謝你 謝謝你 8.21 果然下雨了吧 哈哈 開對 哈哈 今天禮拜五收過 大家 好 早安 來泡咖啡 那今天的泡法還是照 我們那個老師教的方式 因為畢竟快考試了 我要多練習 那今天豆子是雪風 將近10天前 可以兩週 烘的豆子 今天是豆子比較久 久一點點也沒有還好啦 其實不到兩個禮拜 我不知道要磨細 那大概動作快一點 我現在水很燙 所以我才離火 所以回去 就有點熱 然後就說 我聽到了 好 太多了 我會不會 很燙 好 太多了 太多了 很燙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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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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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一壶紅溪咖啡 其實前後花時間應該不到五分鐘 煮的時間更多 就準備 通常這麼燙啊 喝不出味道 稍微冷一點之後 它的味道會很重 好 吃早餐吧 大家加油 早餐 饅頭蛋 哈囉午安 2點20分 阿滋又來 哈囉 今天他帶了兩個新產品 兩個新產品 那一個是手沖壺 那一個是濾杯 那我們就請阿滋讓我們介紹好了 好 阿這個呢我先知道手沖壺 這個手沖壺是之前有做過那個 無把手的手沖壺 阿我們現在在 無把手外面這個 套子呢我們做了強化 設計的更有質感 然後裡面有附加了那個 水位線 在這邊 喔 對這個 這個之前其實之前就有 河野流之後一隻就長這個樣子 那時候是沒有把手的 那後來出了這一款 這款 82度 其實這款很漂亮 很小 然後手 長得這樣很順手 可是有些 有些 比較 資深的 比較資深的咖啡師 或者是咖啡的玩家 他們會說 冬天到了阿 這個手沖壺 其實手沖壺 有一個很 很重要的因素 水溫要穩定 定溫 定溫 那有些 夏天比較熱沒關係 夏天我們就這樣子 甚至 鹹溫度太高 打開這樣子 是OK 可是冬天的 溫度掉得非常快 所以 它這個就有一個類似 這算什麼材質 潛水 潛水布 潛水布 但是它是很有彈性 對 然後有保溫作用 而且手不會燙到 對於那種 比較資深的玩家 他們可能會蠻喜歡 這種 有保溫的東西 保溫的設計 那它裡面有水味線 最多到 600cc 600cc 那顆度到500 可以再多 那其實通常我們不會用那麼多 會這麼多的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要溫杯 溫杯會用掉一些 溫杯有的沒有的 對 那之前河野流這一支 特點在它是82度 那 這一支幾度 幾度 這支任何角度 想什麼拿就怎麼拿 任何角度 因為有些人 有些人這樣子 有些人這樣子 有些人想這樣子 都可以 剛剛阿智也有 傳說我一個小撇步 因為這樣拿可能會手會痠的 它的小指頭 勾在下面 對 因為像我的手指 可能比較小 手掌沒那麼大 我就會用這個方式 比較 然後就可以 這樣子有沒有 就這樣子 就可以這樣衝 你如果說你喜歡這個角度 那就是這個角度衝 或者人家過來一點 你想要這樣子衝 也可以 就是看你習慣的角度 所以這個優點是 縫義 角度縫義 然後底下你如果怕不夠力 你小指可以放下面 那還有就是保溫 保溫 所以現在河野流等於是 又衍生出一支來 就是一個 一個 算是另外一個支線品牌 對 所以河野流 所以河野流先要有這一支 有這一支 那還有一支 來 剛剛謝田爸說的 它其實過後還會有一支壺 還會有一支 它那個壺的特點 可以先跟大家做預告一下 因為我們在用的時候 不是會插溫度計 對 我們把溫度計 坐在上面也在裡面 然後不會 像這個它是有凸出來的 對 然後我們那個是把 溫度計是砍在這裡面 然後上面是 平的 平的 那怎麼 把這個蓋子 它那時候會用 它這邊會用 輕輕喊就喊就 河野流下一代的手窗戶 它就把那個 溫度計是砍在裡面 對 那我怎麼把上蓋拿起來 你輕輕用就拿起來了 因為它兩邊是 木頭 你只要這樣輕輕晃它就起來 大概什麼時候 好問題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個下一波的 那也是 這樣子的材質 沒有 它是一樣 不是這樣 是前後的有沒有 這樣這個 對 虎嘴跟把手是 八十六度 八十六度 現在恢復到前面 然後它把溫度計砍在這裡 OK 好 因為其實八十二度 雖然 雖然 感覺比較符合人體工具 但是也有些人沖習慣 可能還是習慣在後面 但是那個就沒有做潛水布 對 那個就沒有做潛水布 你們這樣很聰明 等於不同課程 都有各的 對 又不重複 但商品比較好區隔 你如果想要保暖的 可以買一支這個 如果覺得想要 沒有要泡太多 想要 隨性泡的 用這一支 至於你後來那支 是有溫度計的 對 它是這個 溫度計可以先不用買 對 溫度計 OK 好吧 所以 這個是不一樣 對 它這個是變用木頭 以前的舊版 它是用塑膠 這一顆 這一顆 這顆現在是木頭 對 以前是用塑膠 它整個 鎖在上面 背後沒有螺絲 對 喔 讚喔 那一樣有那個擋水片 對 都會有擋水片 好 這一個 這一個 包裝 長這樣 這包裝 這算六角形 我剛剛才跟他講說 你們老闆真的很費工 就圓圓方方的就好 他一定要弄 這樣子 設計上面 包裝是 比較費工 就是 水本應該也比較高 對 就是做一個比較有質感 然後這個是用 陶瓷叫做去做的 它裡面的那個排水道 它做得很深 它其實做得很深 OK 對 這個木頭基本上不用擔心 這個都我們做過測試 這是原木去做的 所以基本上 常常到水都沒關係 它不會 不會壞掉 不會膨脹 對 不容易壞掉 然後外面這個造型呢 都是老師傅 你說是鷹哥 對 鷹哥老師傅 就是親手打造的 這個出產都是在台灣 OK 這一顆 下面 下面這個是金屬的 對 那這可以拆嗎 這個 這個可以拆 只是要用給錫 我們都是不建議拆 因為你拆了就會拔 拆拔 因為這個一拆 一拆這塊就可以下來 好啦 總之不要拆啦 就這樣子拿去用就好了 對 對啊 這是二到四杯的喔 對 二到四杯 然後它目前是只有咖啡色 它過後會出白色 到時候白色出的時候 我再拿給鮮魚拔看 好 好 這是新的 新的 新的可以 那剛剛有講 因為我剛剛有跟他講說 因為這個地方 要嘛就是用硬上去的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用血的 要嘛就死掉 他們是有想要用磕的 可是成本都很高 但是老闆又堅持覺得 要有這三個字 這整個品牌 才會比較突出跟加分 那他們也建議 要不然貼在旁邊 那什麼 但老闆又有老闆的堅持 他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看 好 所以你們使用上面 如果 一陣子之後 當然它是說防水啦 但是 我覺得貼的東西難免 也許有一天會掉 對 反正這個東西 還好不影響使用 就純粹就 剛開始看到 覺得很美觀 它就是一個標籤 標籤 就跟我們買那個什麼 Sihon有沒有 那個 Hario的 上面都貼滿標籤有沒有 那個 那個也是洗一洗會掉 還好 還好你又講到Sihon 昨天 去AS 這個時候這個要拿給你試用 真的嗎 對 那個一片一片那個喔 對 這個 差一點忘記 還好那一道Sihon 我後天就走掉了 對對對 就那個不鏽 算是什麼不鏽鋼濾 對 他說因為 這個插花的喔 臨時的 對 綠卡 這Sihon用的喔 對 因為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愛樂壓 一個Sihon用的 它有紅西湖 是的 這個聽說是一個 很聰明的人發明的 怎麼用 他說 我看他有說明書 好啦沒關係 我再來研究一下怎麼用 還好你又講Sihon 我才有忘記這件事 好 這個我們來玩玩看 應該這幾天 我再來試試 好 剛剛我們事實上 直接就開始 直接開始 試滴了一下 那我們發現說 這兩隻的 流速啊 控制方式 這隻比較傾向是可以 你可以這樣子慢慢滴 像這樣慢慢滴 你抓到那個美感之後 其實就會很好滴 像我手會抖 小弟我也會 對啊 對啊 但他就是你練到好的 你可以跟 這樣一點點 這樣慢慢滴 對 那這個 這個的角度是在後面 後 就是 拿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會 不好控制 那這個 這個你也可以這樣滴 然後 這個 這剛剛有拍齁 有 流速 這個 這個的下面這樣 一條一條的 一條一條 都會貼在上面 其實有豆子下去 他那個比較明顯 對 就是水跟那個空氣的對聯 所以兩個我自己也是覺得 為什麼他裡面要設計 我現在設計橫的 對 橫的就是不要讓他流速太快 對 可是 對啦 就是要看 不過老實講 咖啡這種東西 對啊 沒有公式 對啊 然後你高興就好 今天我覺得絕大部分人 應該都跟我一樣 其實泡什麼都很難弄出 很穩定 就變成 你有時候高興就用這個 用那個 所以我們泡出來的咖啡有時候很好 有時候不好 可以說 我用一樣的東西每天泡 我覺得還是會有不一樣 還有會 還有就是 你的心情在 對啊 光你沖的時候 這速度快慢就 就不一樣 也會影響到咖啡的味道 對 好再問你一個問題 那這些現在都有貨了嗎 這個 有 這個 跟這個 都有貨了 對 你知道這個為什麼會 我會發現 是那個Gary Gary 所以他跟我講說他要 他要一個這個 這是一個 不鏽鋼的 不鏽鋼的濾網 掛耳 耳掛式的 耳掛 給他偷拆來給你們看 他是長這樣子 就跟你掛耳包那個一樣 一樣 但是他這邊也是可以這樣勾起來 掛到 掛到杯子上面 那他是說他想要在美國的辦公室 然後帶回去 然後在辦公室好像用這個 比較沒那麼招咬 喔 對啊 可能也好洗吧 對啊 他這個是完全是不鏽鋼網 他就單層 對 如果他覺得有時候他常在用的話 如果他怕他自己清洗不夠啊 就他一個禮拜就是請他泡一下那個 塑達 小塑達 對 用熱水然後浸泡 那是因為他要這個 然後後來過一回他就跟我說 欸 河野裡有出這個 呂杯 我說你比我還厲害 對啊 啊我才問他說 欸你怎麼會知道 對啊 好啦厲害厲害 好啦這些 這兩樣是算是 冬天新的東西 對 還會有新的東西嗎 除了剛剛講的 除了 欸現在有一個那個 保溫瓶 保溫瓶啊 嗯 保溫瓶現在市售了 現在大家有一個是 就是 陶瓷嘛 對 內膽陶瓷 嗯 它有分兩個 一個是內膽陶瓷 你說接下來是內膽陶瓷 沒有 我們做陶瓷的塗層 陶瓷塗層 因為內膽陶瓷來說 它會比較重 嗯 它那個 你掉到地上 也會破 破了那支保溫瓶就掰了 哦 所以你是在不鏽鋼的內膽塗上的陶瓷 塗層 哦 然後我們一般的保溫瓶啊 嗯 我們不是有開關嗎 對 裡面不是都會有裸牙 對 我們都不是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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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 轉轉轉轉轉才算 那個鎖記 嗯 然後如果是那一款的陶瓷塗層的 我轉90度 上蓋就可以拿開 然後我下去的時候 轉90度 就關起來 就關起來 啊預計 預計什麼時候 預計12月 現在12月了 12 12月底前 哦 好大家期待 對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保溫瓶 還有一個保溫瓶 可是它就沒有 我記得很像 它就沒有陶瓷的塗層 對 可是它有一個很酷的地方是 嗯 也是上面那個蓋子 對 剛剛是轉90度 它是用壓的嗎 它是用壓一下它去開 然後你再壓一下它就關 啊開是整個就拿起來了 你壓一下它就開了 它上面上蓋就送 你直接拿起來 哦 然後你關的時候 你就含著 然後壓一下它就關回去 有發現Driver 除了咖啡器材之外 保溫瓶也蠻厲害的 對 因為老闆 其實老闆就是設計師 所以他在設計這方面 老闆是設計師 欸講到這個 球 這個啊 清水磨的杯子啊 我本來說剩一個 結果昨天這樣擺上去 好幾個朋友忽然就說 欸他們要 今天請阿智帶了四個來 對啊 這個是他們老師 不是老師 他們老闆設計的 傑森 Studio 是他們老闆 傑森就是我們老闆的英文名字 對 好吧謝謝阿智 今天為我們介紹了兩個新的產品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到粉絲來跟我說 好吧謝謝阿智 掰掰 嗨 晚安 欸4點36 我來泡咖啡 今天下午那個阿智啊 他幫 幫我帶這個給我 是 虎姬AX 因為他有幫這家廠商銷售 所以給我玩看看 欸我倒是蠻好奇 這樣子就可以 過濾虹吸 然後他有分兩個 這個沒有 圓的 說是比較適合 23度以下 然後粉 嗯 比較粗一點 因為他流速比較滿 那有凸點的呢 我在猜啦 因為 他是使用是這樣子 穿過去 那有凸點的時候 會把 會撐在那個 那個 那個上弧壁 所以中間會產生空隙 所以他流的會比較快 我應該來試試看這個 流比較 慢 我很怕流太快 好先試這個 流比較慢的版本 那使用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 這樣對不對 這個圓圈 這個圓 那這樣子 穿過去 然後這個 勾在那個 下面 不過第一次使用 要先煮 去煮吧 很多 很無聊 還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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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